我们学佛以后 有三个重点可以修学 第一个是因缘 第二个是空性 第三个就是真如 这三个重点 我们初学佛法 每一个人都是从因缘上去修正的 基本上没什么例外 我们刚开始修学 就是面对这些的因缘所生法 修学的重点只有一个 叫做深信业果 断恶修善 所以 刚开始在因缘里面修的时候 我们的思考 就是业力的思考 万般皆事业 半点不由人 我们不喜欢痛苦 我们喜欢快乐 所以我们就怎么样 想办法减少我们生命的罪业 想办法增加我们的善业 这样的一个修学过程 没有什么问题 过程没什么问题 但是 深信业果 断恶修善 等到结果出现的时候 问题就出现了 你看一个人在断恶修善的时候 他的心是惭愧的 谦卑的 但是 等他来生快乐出现的时候 他就忘了 他自己是谁了 人一快乐的时候 就开始放异了 他的惭愧心就消失了 他已经忘失他 前生那种谦卑 惭愧的心态 这个时候 一个人惭愧心消失以后 取而代之的就是 他想要去主宰这个快乐 因为人生的快乐 没有一个人会满足 他是一个无底洞 他不是追求快乐而已 他要主宰这个快乐 让他永恒存在 让他能够满足他的心愿 不幸的是 这刚好跟因缘法是违背的 因为因缘所生法 他不是你说了算 首先你要知道这个快乐是怎么来的 如果这个快乐是你创造出来的 那当然他就听你的 但是 这个快乐是由业力创造出来的 所以这个快乐存不存在 往哪里走 是业力说了算 可不是你说了算 但是 我们一个人有快乐的时候 你看一个人福报现前的时候 他觉得他可以主宰 我要去买一个电视 我就可以买电视 我要买一个房子 就可以买房子 他在某种因缘是得到自在力了 所以他会产生错觉 以为他能够主宰人生 其实 那是因为你福报还在 福报想尽的时候 你试试看 你扇业力花完的时候 连一杯水你都喝不下去 当然 一般人在福报现前的时候 他哪知道那么多呢 我们就在这种因缘所生法里面 一次又一次的谦卑地 惭愧地造善 然后放逸地享受快乐 所以 人生就是 活在这种轮回 你福报想尽的时候 你又回到你过去的谦卑了 你开始造善的时候 得到快乐的时候 你又忘了你是谁 所以 这就是我们轮回 为什么在天上 三恶道里面 不断地变化 享受快乐的思想是没错 但关键是 我们想要去主宰快乐 这个地方出了问题 佛陀看我们这样子 不是办法 老是讲这个人天成法 也不是办法 他要么享受快乐 要么受用刀山油锅 佛陀说 那这样子好了 我告诉你一个更好的法门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生灭灭乙 寂灭为乐 干脆 你把快乐放弃好了 看这个意思 你没有资格享受快乐 因为享受快乐的时候 你会放异 圣人受用快乐的时候 他是自在 凡夫追求快乐 是有问题的 快乐本身没有错 因为他本来是 善业所招感的 他哪有错呢 他就是一个因缘所生法 哪有错呢 但是我们承受不起 我们会想要去主宰他 所以佛陀说 好了 你既然有这种攀缘心 那你先把快乐放弃吧 先怎么样呢 先修无常观 这个快乐的本质是会变化的 这件事情对我们打击就很大了 我们对所有快乐的基本要求就是它必须要稳定 我想没有一个人得到快乐愿意失去的 你要么就不要给我 给我以后你就不要抢走 不要破坏它 但是 不幸的是 所有的快乐都是可破坏的 对这种得失的冲击 既然我们的心态没有准备好 那干脆 佛陀要我们 那你先放弃快乐 追求寂静 佛陀说 那我告诉你一个更好的法门 观察它无常无我而去向于涅槃寂静 哦 这个就更美妙了 我们从一种离苦得乐的心态而提升到追求寂静 恭喜你 你已经超越三界的轮回了 罪从心起将心颤 心若灭时罪易亡 当我们不再追求三界的快乐 那你就可以跟三界说再见了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牵动你了 也就是说 我们会从一种安乐的概念而提升到一种追求寂静的概念 就是从有向的一元修学而提升到无相的空性的安住 所以我们凡夫修学 没有遇到法华经之前 大概只有两种修学重点 要么在一元上追求快乐 要么在空性上追求寂静 这两个都不是佛陀的本意 佛陀的功德哪是追求快乐 哪是追求寂静这种小境界而已 那佛陀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呢 因为佛陀是斗会胎义 你就喜欢这种 你就耗这一口 所以佛陀就先满足你的需求 其实追求快乐追求寂静 都不是佛陀内心的世界 佛陀是横顺众生说的法 佛陀是横顺众生说的法律 佛陀是横顺众生说的法律